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2022国家卓越建设奖中 金融市政府一举拿下了四项大奖 包括了正兵派出所活化再利用 成功国校活动中心 市立田径厂整建 及金融要塞司令部修复工程 其中以闲置派出所整建而成的 游客中心已经完成 屋顶景观平台 更拥有270度的环境视野 一块来体验 纯白色的建筑外观 让人很难想象 这里过去是警察局派出所 为了提供到访旅客 更好的旅游咨询服务 金融市政府利用 闲置派出所空间活化 再利用整建为游客中心 其中在立面外观 利用白色曲线造型格栅 展现金融海港城市的流动之美 可以看到这一个建筑物的前后 都是用这个白色的格栅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波浪状的这个设计 同时呢在它的尾端 有这个微微掀起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这个设计呢 基本上有一点像是 这个浪花激起的这样的一个涟漪 那也有一点像是摆动的裙摆 掀起的这样的一个意象 所以这样的一个干净 然后明亮的立面呢 那再搭上这个波纹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让这个旧的这个建筑物赋予它 符合这边游港意象的一个新的 这样意象的生命 内部展示空间也融入在地特色 不但室内设计模拟船舱与会 还特别选用游船作业时的灯具 呼应金融游港船舶文化 我们整栋建筑物它的建筑与会呢 是有含刮了整个正兵游港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船舱 像船舱这样的设计 还有我们的灯具呢 是以这个船灯的这样的一个灯具来做设计 所以这样的一个建筑与会 其实是非常符合在海港的这样的一个意象 屋顶关海平台者拥有270度的环境视野 正兵游港周遭三海美景一览无疑 123楼是做一个公共空间游客服务的功能 那但是我们到了顶楼 4 5楼未来是一个商营的空间 那到了顶楼呢 它其实是一个270度环绕海景的 这个观看的这样一个设计 那未来来到这个地方的游客 就可以使用我们的无障碍的这样一个电梯 就可以上到顶楼看到我们这个环270度的 这样的游港跟海港的这个漂亮的景色 除了观光及城市行销处的 正兵派出所活化在利用 即周边环境改善工程外 教育处的成功国小活动中心拆除诊件 与势力田径场馆运动机能提升环境营造 都获得最佳规划设计类金子奖 文化局的基隆要塞司令部修复工程 则拿下最佳环境文化类卓越奖肯定 金融市长林又昌特别邀局处首长 与市民分享得奖喜悦 大家都非常的肯定 这次在城博会期间 金融要塞司令部所呈现的整体的一个风貌 那当然也让很多文化界的人士非常的惊艳 我们可以把一个古迹还有一个这个场所的一个修复 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水准 那这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建筑师 他对于这整个区位的一个选择 还有他的一个设计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诠释 终于原样修旧如旧的一个核心价值 那让整个的一个场所跟空间 不仅刚刚在讲修旧如旧 而且赋予新的生命 牛昌强调将持续推动翻新城市公共建设 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深耕历史文化教育 及发展在地光特色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居住超过500户的金融市中山区美之国社区 因为管线老旧 再加上地势较高 不但常漏水 还出现了水压不足缺水等问题 立委蔡世印与地方明代积极争取下 自来水公司从去年底进场施作 目前管线态换已经完成 整体的改善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 这下耗制3000多万的高低供水改善工程 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立法人蔡世印特别前往美之国社区 了解改善状况 这水公司方面表示 目前500多户的输水管线 已经态换成DIP管 可以有效降低漏水率 社区里面所有管线的态换 原本是塑胶管 我们把它态换成DIP 管线大概 DIP管 这个原性铸铁管 那它的长一百的跟两百的 它需要态换的主体管线脑有3100米 那目前已经全铸完成了 包括市议员张敏君与市议员参选的 市委政都出席关心 社区主委表示 过去美之国漏水严重 水压经常性不足 在进行管线态换 重设相关设备后 住户共同分担漏水度数 从59度降到24度明显有感 漏水的部分经过我们张总 有抓到了一部分 从我们的共同分担 从59度已经较到24度了 这一点是要谢谢我们张总 他来帮我们社区抓漏 这一部分是非常有成效的 现在大概比较有问题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 水位的压力问题 因为我们这里是高地积水 压力不够的时候 会造成很多住户的水塔 水上不去 不过目前部分高处住家 仍然有水压不足的问题 蔡胜也要求载水公司 依据民众需求因地质疑 增加加压设备 以及协助施工后 社区出入口的道路跑铺 进度说明大概在12月底 以前会完工 那当然刚才住户有提到 比较高层的社区 能不能再另外再额外 增加加压设备的部分 那刚才水公司也说 这个是可以列入考虑 没有问题的 所以然后另外他们住户有提到 就是刚开始入口的道路的部分 能不能一并也 让他们做完社区的前面跑铺 那我想水公司也表达 他们就这两件事情 有需要做变更设计的部分 水公司会来做变更设计 然后之后请出资单位 就是包括中央以及地方 还有住户的部分 会请他们来同意 那我相信这样子的做法 会让整个美之国社区 未来在整个高地用水改善 工程结束之后 会让我们所有的 这个地方的市民朋友 能够享受更好的用水 而且最主要是 它的漏水就能完全的解决 而对于国民党立委指控的问题 蔡世英反驳表示 受指控的公司和资爱水公司 都发出声明证实 相关工程没有政治人物 介入关说关切 这样的指控对她非常不公平 她还反问 提出指控的国民党立委 配偶任职公司 都承拦工部门工程 是否也可以称这两位立委 是门绳或白手套 蔡世英进一步强调 金融市漏水率 从101年最高的32.3% 降到110年底的22.89% 她担任立委期间 协调各单位 努力降低金融漏水率 对手不应该泼脏水 打击努力做事的人 国民党担任立委的过程当中 当时漏水率是非常高的 我们努力把漏水率降低 所以不要去抹杀 所有在努力工作的人 泼脏水不会让城市更进步 谢国民党自己过去 做的很多的事情 其实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那我觉得说 不要去污赖很多很辛苦 在做相关工程的公司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导 金融市政府产发处 培育七年创业 举办七年体验营 两天的活动 带着年轻人 透过导览 实地体验人文历史 观察地方问题 进而深化与地方的连结 今年活动 吸引了不少在地创业青年 报名参加 大家互相交流 脑力激荡 对于金融八年来的改变 以及未来之路 更有信心 来到大甘霖仙洞岩 导览员带着学员们 实际走一趟 认识仙洞岩和社区的历史 它有够有特色到 吸引人来 让这边变成一个产业 金融市政府举办 七年体验营 需要透过活动 让年轻人 认识传统的风土民情 导览的行程中 学员相当用心 前往佛手洞参观 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大为赞叹 微妙微翘 上面还有一些指纹 很特别 第一次 寄用人还第一次看到 中午安排品尝 东岸在地的沙茶咖喱美食 了解东岸的饮食文化 应该说我觉得这个好像只有基隆才有 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台北啊 就是南部都没有这个就是沙茶跟咖喱炒在一起的这个味道 我觉得这个就是基隆的应该说是一个特色 第二天前往和平岛考古遗址参观 两天的课程满满说历史文化 导览员也让大家透过行脚走毒在地产业 探索各领域之间合作和创新 就是透过到处都在跑的这个方式 就是带大家去看 比如说西岸是什么特色的地方 东岸是什么特色的地方 好吃的东西很好的景点 那未来有什么潜力 然后是告诉大家 那或许就是大家来完之后 也跑过这两个地方之后 他们也会激荡那些不同的想法 那今天的重点其实就是 希望带更多的想法 就是给来参加的学员 那他们一定心中会有说 他们未来想要做的事情 那有未来想要做的事情之后 他们就会真的就是回到基隆 体验接近尾声 政府产发处安排大家以工作坊的形式 发挥创意 产出行动方案 为基隆寻找新的出路 新的思维 我成长的背景 其实都是被附属说 呃成绩好功课好 那如果有能力去外地打拼 就是那就呃就留在外地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近这几年 基隆的呃市政府的一些呃 努力的方向 或者是在地团队的一些呃贡献 其实就会觉得 欸也许有一些新的可能性 可以尝试 我自己是外地来的 可是像其他的伙伴们 他们是基隆在地的朋友 我自己也有很多朋友是基隆在地的朋友 可是他们大家都会说去台北 我们要去台北 所以大家熟的反而是台北 约吃饭也不会约在基隆 那透过这样子的公司 反而觉得说 原来我生活的周边 有这么多厉害的故事 有趣的人文 齐劳 每一个人可能看起来是一个路边很普通的阿伯 可是他其实超有什么木头椅子 也他做的 这个也他做 那也他做 我就觉得哇超酷 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件事情 是呃参加共赐营之后你才会发现 这是我们走读基隆的活动 呃名称叫做再会基隆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活动的举办 鼓励在地的青年能够回乡 那也吸引到 不是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就是从外地来的这个青年朋友 能够到基隆来 那从不同的角度 那再重新认识一次基隆 那在我们活动的安排上面 我们也特别安排说 跟以往过往这个观光旅游行程 比较不一样的地点 譬如说高远新春百民旺炮台等等 希望能够透过活动的安排 走读的这个安排 让青年朋友能够以不一样的角度 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速度 再重新认识一次基隆 基隆市政府鼓励年轻人返乡创业 藉由体验营 让年轻人重新认识家乡 体会这几年基隆的改变 对未来创业更具信心 基隆新年体验营成功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再来是好消息 全国高中职学生太阳能模型车竞赛总决赛 在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建功校区圆满落幕 二新高中机械科勇夺竞速冠军 写下了第八度冠军的辉煌记录 另外在总积分也排名第一 同时也拿下了最佳技术奖 拼速度讲究性能调整 从太阳板 稳定度 操控力 更重要的是要立马制定出 因地十一的关体策略 我们一开始就是学习坐车 车辆原本就是后来有改良 改到能够比制造老师的车还要快 然后我们才去参加比赛 二新高中参赛的五组学生 展现运动家的精神 更把所学发挥得零零尽致 学到团队合作 然后还有现场的零仓反应 团队合作就是要 就是彼此沟通嘛 就是要不吵架 然后每个人的意见要相符 顺利抱回全国高中职 太阳能模型车竞赛的第八座 冠军奖杯 打败全台各高手 我们太阳能车的竞赛部分 这十座 现在已经正式列入 我们校本的特色课程 那这是专题式的一个课程 那学生是利用学科的一个理论 以及这一个树科的这一个技术的部分 来多元的加工 完成他们的理想作品 那也快乐的融入这一项的比赛 这是我们对教育的初衷 拿到总积分冠军 及最佳技术奖的殊荣 机械科3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抓住夏天的尾巴 欣赏闪亮亮的海景观光 9月3号礼拜六 一起来基隆市外幕山走走吧 全国万人健走大会师 健康乐活 来就送精美经验品 现场还可以抽大奖 9月3号上午8点 与你相约在外幕山鱼港前光场 中文字幕提供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怎么这样 有追剧又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外聊方便骑乘 Gogoro电动机车的民众更换电池 基于市议员李敏勋积极争取 过港里民活动中心 及暖暖远远市场 都有电动机车的换电站 Gogoro电动机车施工人员 在暖暖区公有远远市场外面 进行换电站的工程师座 很快的诠释第一座 和公有市场合作的 Gogoro电动机车换电站 将在暖暖区远远市场 落成启用 这是由机动市议员 李敏勋积极争取 也是继两年前李敏勋 争取在过港里民活动中心 设置暖暖区第一座 Gogoro电动机车换电站之后 再次争取到和全市首座 工有市场合作成立的换电站 更希望帮助市场有Gogoro电动机车的效果 吸引车友来市场采买喝咖啡 在我身后方这一个远远市场 会是我们介绍市首座与工有市场 来做结合 达成这个Gogoro电动机车的效用 希望说来换电的民众 也可以看到我们传统的工有市场 经过整修跟改善之后 有一个新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 那也希望说来换电的车友 可以有一个新的 对于这个传统市场的认知的改观 那也造福 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友 可以有一个更方便的一个换电的空间 所以说我们这个设置 暖暖区第二站的这个换电站 我们设置在这个远远工有市场 做这个基础工程 那未来这个 现在目前在向台电申请这个配电当中 那如果配电完成之后 会赶快来做这个换电站的这个设置 那应该在近期之内就会把它把它完成 那也希望说之后我们未来暖暖区 因为现在电动车其实是个趋势 有越来越多的电动车车友 不只是Gogoro 其实Evumi 还是说那个Yamaha Kinko 其实它都有自己的这个 新的这个换电的这个系统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广设这个 充电站 让这个我们骑程电动车的车友 可以更加的方便 由于换电站基础工程完工后 还要等待台电方面接电 预估9月底左右 远远市场的换电站就能够正式启用 方便许多不同厂牌的电动机车族 也可以来这里更换电池 并且到市场里面消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一家知名人寿企业 基隆地区营业处 特地捐赠了50盒的食物箱 给照顾独居老人的华山基金会 基隆新北区 希望能抛砖引玉 呼吁社会各界一起来帮助华山 持续照顾需要照顾的老人家 一家知名的人寿企业 展业基瑞通讯处 特地捐赠50盒的食物箱 给照顾独居老人的华山基金会 基隆新北区 希望抛砖引玉 呼吁社会各界 一起来帮助华山 持续照顾需要照顾的老人家 那也让华山基金会 对于独居老人 照顾的部分上 有充分的一些资源 那募集的食物箱 提供给我们 这个华山基金会 作为弱势关怀使用 企业的爱心 也受到华山基金会 基隆新北区的感谢 更希望社会各界可以捐款帮忙 特别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各界捐款明显减少 那受疫情的影响 有很多物资 跟一些往年的长期 捐助的善款 其实都有一些缺额的部分出现 那国泰人寿这次 雪中送炭 然后将这些物资 分发给我们 华山基金会照顾的长辈 那我们这边非常感谢 那在中秋节的活动 我们这边也有一人 三百五十元的中秋关怀礼 那也希望四名可以踊跃的捐款 谢谢 华山基金会 基隆新北区 大约照顾六百位 需要帮忙照顾的长辈老人家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根据卫生署疾病管制局 研究计划报告指出 台湾人得到带状炮诊的几率 是32.2% 也就是说 每三个人中 就有一人可能罹患 带状炮诊 带状炮诊 常见的诊后神经痛 更是如同长新冠 而带状炮诊 及诊后的神经痛 都是年纪越大 越容易发生的疾病 因此医生就建议了 民众除了不要熬夜外 要维持生活作息正常 高危险的族群 可借由施打带状炮诊疫苗 来进行预防 请帮我看一下 左方的摄影机 人口越老化 带状炮诊的话 生率会越高 因为老化的话就是 老人的人口变多了 老人家就是一个 带状炮诊的一个 高风险族群 几年前 掌握带状炮诊的蔡先生 背部还留下了疤痕 免疫力不好的时候 还会有神经痛的后遗症 我就是才大学生 然后也是作息不太正常 然后就突然有一天 就皮肤觉得好像很敏感 就是真的是风 或者衣服只要轻轻摩擦到 就会很痛 然后突然它就长 那个一颗一颗一颗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 汗泡诊之类的 然后真的痛到受不了 然后我就是去看皮肤课 他就说你是得带状炮诊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 他就有开一些止痛药啊 什么给我的 然后那时候就是 还有再吃安眠药 可是我那时候就吃安眠药 然后止痛药 还是痛到睡不着 然后就是整天都 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没办法专注 然后就是 而且还会一直流汤啊 所以这个整个人很不舒服 对 所以然后就很痛 然后就是我以为好了 就会没事 结果好了之后的那个 诊后神经痛大概有一到两年 然后我现在如果偶尔就是太累的时候 它还是会有一点阴影作痛 俗称皮蛇带状炮诊 是小时候得过水痘之后 病毒会终身潜伏在体内的神经节 等到年纪大 或是身体免疫功能比较差 就沿着神经分布蔓延发病 他有他的道理 这可能以前的人他就是 观察到说皮蛇如果转一圈的话 好像死亡力比较高 那他的意思其实是说 我们通常带状炮人就是 沿着一条神经跑出来 那出现水炮 那你如果 霉功能不好的时候 你就会沿着两条神经 三条神经跑出来 甚至全身都长水炮 所以皮蛇转一圈表示说 它影响了两边的神经 正常免疫功能的人 他是不会两边的 所以皮蛇转一圈的时候 表示这颗林免疫功能不太好 所以它会引起带端泡疹 侵犯我们内道细胞的可能性比较大 它的死亡力也会比较高 它也不是说一定会死 不过就是说它的 会发生其他器官病发症的 一个可能性比较高 那个死亡力会比较高 而让患者最困扰的就是 诊后神经痛 疼痛时间可长达数个月 甚至数年之久 因此针对50岁以上 免疫力开始走下坡的高危险族群 医师建议可借由 施打带状炮疹疫苗来预防 这个新上市的非活性的重组疫苗 它的效果比活性疫苗好很多 它的预防带状炮疹的效果都有在90%以上 九成以上的保护效果 预防我刚刚一直在提的这种 诊后神经痛的预防效果也有80%以上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施打的疫苗 这个疫苗它是一个不活化的疫苗 那不活化的疫苗它的优点就是 它可以跟任何的疫苗 活性的疫苗或是不活性的疫苗 同时打或是间隔任何时间施打 都是没有问题的 带状炮疹的高风险族群 一个就是年纪50岁以上 另外一个是有免疫缺损的 不管是你是先天后后天的免疫缺损 包括癌症病人做化学治疗 包括干细胞移植 用看牌制药 这些免疫功能缺损的情形 都很容易得到带状炮疹 都是带状炮疹疫苗的适用对象 我们现在对于这个 曾经得过带状炮疹的病人 还是可以去打带状炮疹疫苗 因为还是有复发的机会 但是它复发的机会比较低 尤其是对5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讲 它统计上复发的机会 大概千分之几而已 那所以我们现在 对于这个 曾经发作过带状炮疹的病人 我们还是看它的风险因素 它如果是50岁以上 或者是有没缺损的问题的话 就是建议打疫苗 如果没有这些情形的话 就不一定 试用这个疫苗 不过由于带状炮疹疫苗 一剂将近万元 共要打两剂 因此医师也呼吁政府能提供补助 以增加民众施打的意愿 带状炮疹疫苗在一个 采源很足够的国家 像美国 它就直接列入成人的 预防接种 公会疫苗接种计划 那一些先进的国家 也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台湾是受限于 它是公会补助 所以我们大概没有办法 在所有的智慧疫苗中间 把优先把带状炮疹列入公会 虽然它实际上应该是 可以考虑列入公会的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还是可以建议 政府去做部分补助 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都可以用部分补助的方法 减轻民众的负担 另外一方面也是 有政府认证 这个疫苗是值得接种的 一个意识在里面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他的视频 你的设计 我觉得很 不 不 不 怎麼這樣 停…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我說只能這樣了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評吧 怎麼這樣 怎麼這樣 有追劇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了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暢快有感 E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話說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大家必知為恐怖及後來結果怎麼樣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嘉集團關心您 你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這樣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我說只能這樣啦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嘉快評吧 中嘉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一隻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嘉寬評 怎麼這樣 有追劇 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咯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嘉寬評吧 中嘉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一隻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嘉寬評 二瓦 兩瓦 一瓦 三瓦 三瓦 三瓦